不要說中秋月餅股,我沒有看短線 現在的確市場氣氛是不明朗的 但我覺得有些股份是可以繼續留意的 第一隻,其實我們都說了很久了 比較短的出來 9961,我說280元20元可以買 其實今天升完還在輸6毫子 你溫氏兄弟心水,溫仲也很喜歡這隻 我重新一次,我覺得9月5日那支陰燭跌錯了 自己看我其他節目,看財務報表 是因為其他的虧損 其他虧損是源自於公運值變動 哪關現金流時?哪關營運時? 所以這個可以留意 第二,其實是27的 27其實這兩天,應該是說早兩天大跌 我發現很多人都不知道為何大跌 但其實我又拍了影片,又有Facebook post 是因為有媒體說了澳門,我想說澳洲 因為11月底,我來澳洲 澳門11月會有一個新法規 就收緊了 我們叫Financial System Act的規矩 有些人評論說 因為這件事收緊了 如果你再去洗黑錢 不是洗黑錢,當然死了 如果你非法地去過數等等的問題 由以前叫做輕微違規 變成行政違規行動 這是很嚴重的 有些人就說 這個不法的佔備 可能佔了整個博彩收入的一至兩成 大家立即 就是早星期一 還不跌落地? 你如果因為這個法規收緊了 博彩收入會少兩成 那當然跌到反艇 所以27.1天 就跌了5% 但問題 時間關係我不詳細解釋 我覺得是overdone了 當然 現在還未升 但我覺得 這些位置如果 進取投資者的話 當有一天大家 去明白到 大家似乎是錯誤理解了 澳門最新的法規的話 他怎樣也想花50元 當然要市場 我現在說得沒有手 要這個市場氣氛配合 所以我想過 中秋月餅概念 都是跟出遊、旅遊有關 但不是叫你炒黃金洲 因為黃金洲的數據 就出得七七八八 除非 他最後的數據比預期更好 否則 應該針對著假期前後 可能很適合出貨 假期後的收割利潤 這些低位先買下去 然後持續三個月 接著粵度數據 業績出來 消化了剛才那個 澳門的新規矩 應該不會太差 所以這個 小小的觀感 希望跟大家做一個 最後的分享 來吧